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18靠 我是主讲任志哥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概念 RDD的执行流程 RDD的属性和RDD的弹性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QO军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OK,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当前RDD的最后一个小概念 叫RDD弹性 那我们都知道RDD我们称之为弹性是分布输出一级 那为什么是弹性的 那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进行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 好了 那之所以RDD说明是弹性的呢 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动进行内存和磁牌数据的存储的切换 那Spark呢 优先把数据存放在内存中 如果内存存不下 那就会存到磁牌里 程序会自动进行切换 第一个弹性啊 除此之外 那弹性还体现在于什么地方呢 基于血统的高容错机制 也就是说在RDD进行转换和动作的时候 也就是Transformation和Action的时候啊 这两大算子的时候 会形成DA那个RDD的Lange 就是当前的血啊 血那个血脉啊 血足也行 血脉血足都行啊 依赖链啊 那当一个RDD呢 失效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重新计算上游的RDD 来得到丢失的RDD数据 除此之外 Task如果失败了 会自动进行特定次数的重置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RDD的计算任务 如果运行失败 会自动进行任务的重新计算 默认呢 这个次数是4次啊 它会自动进行计算 除此之外呢 这里Stage如果失败呢 会自动进行特定次数的重置 那除了Task的划分和Stage划分之外呢 这里 如果Stage失败 也就是说如果Job中的某个Stage阶段 计算失败 那么框架呢 会自动进行任务的重新计算 默认也是4次啊 除此之外 第五个 在这里我们可以写Tankpoint或者Precis啊 可以主动或者被动的出发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缓存 也就是RDD通过Precis这个持久 将RDD缓存到内存或者磁盘 当再次用到该RDD直接读取就行 也可以通过RDD进行简单点 也就是我们的Tankpoint 检查点呢 会将数据存储到HDFS或者本地都可以啊 那么该RDD的所有负RDD的依赖呢 都会被移住 所以这里啊 这个位置是五点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同学们 也就是说数据的调度弹性 也就是说Spark把这个Job的执行模型啊 抽象为通用的有效官图 也就是DAG DAG呢 也是当前我们Spark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一些任务调度呢 也是通过DAG Scheduler来完成的啊 那这里可以将多个Stage的任务呢 串联或并行之行 调度引擎呢 是自动处理这个Scheduler啊 就当前的Stage的失败 以及Task的失败 那这句话的弹性调度 其实就是应对了三四这两个概念 除此之外 帝国啊 也就是数据分辨的高度弹性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业务的特征 动态的调整 分辨的个数 提升整体的应用执行效率啊 所以呢这里其实这些呢 这七大类呢 就是说明了RDD全称 就是分布性弹性数据集的一个由来啊 其实解释就是这个 那么这里啊 其实下面呢 有个简单一个总和 也就是说RDD呢 全称呢 叫做弹性式分布数据集 它是一种啊 分布式的内存通向 表示一个只读的记录的一个分局结合 它可以通过其他RDD的转化而创建 为此呢RDD提供了分布的操作 包括咱们之前接触的 什么Map啊 June啊 Filter啊 Girlback啊 等等等等 那除了这些操作呢 这里我们还可以获得出什么呢 DAG有限无关图 包括整个一个任务的一个调度流程 对吧 包括血缘关系 就是咱们那个Language啊 咱们当前那个Language啊 咱们当前的血缘 即使丢失了 我们也可以重建 除此之外呢 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 回稳的定点存放 就是咱们记录存储点吧 对吧 咱们记录这个物理存储点 所以说白了 总结起来 其实我们RDD弹性指的什么呢 存储弹性 即什么呢 内存与磁盘共通 内存存放了之后 咱就存储到磁盘里 还有什么 自动容错弹性 如果数据丢失 我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 重新计算 还有自动恢复弹性 也就是重复机制啊 还有分片弹性 就是我们可以重新计算 分片的个数 不是说我们分片定死了 就这些分片 我们可以修改当前 Partisan的个数 那这些其实就是RDD 弹性的一些基础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小话 那OK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